很溫暖 溫暖到流汗 但又很開心 放在這邊有貓摸摸摸摸 放在這邊也有 頭殼頂也有 抱著也有 感覺很舒服 很開心 全部一起抱著 很難形容這個喜悅 因為牠是一個以外出現的貓 原先牠爸爸媽媽打算絕育 誰知道獸醫的時候 獸醫說你的女兒有了 牠就給我們兩個選擇 要不就幫牠拿走寶寶 要不就生出來再絕育 我們就決定生出來 牠突然看著你 然後走進衣櫃裡 我設了一個生寶寶的產房 給牠不要 牠自己走進衣櫃去那裡 肯定我的衣服順便關上 然後一喊 然後就蹲了一隻出來 咦 怎麼辦 我甚麼都未準備 然後就馬上去開盆熱水 毛巾 剪刀 幫牠剪池帶 然後一生出來 給牠們拔一拔 拔乾身 然後給牠們 然後牠們 然後牠們就開始照顧牠 然後隔不久又生了一個出來 又不斷重複 最後生了四隻 我以為生完了 我就出了聽 然後突然間 咦 為甚麼這麼奇怪 又喊了一下 那裡隔了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才關上最後 然後一門五節怎麼彈出來 之後就開始一個很艱辛的生活 最艱難就是 剛剛出生 到兩個月前 因為牠們抵抗力很差 又會擔心媽媽夠不夠奶水 要自己去餵奶 四個小時一次 然後有時候牠們 又會拔一些 比較水質少少的糞便 會拔到整身都是 有時候會拔到別人整身都是 我們就要去擦牠 但又不可以用水沖牠 因為會容易感冒 傷風 病 如果貓BB有這些情況 就很危險 暖水抹乾淨 再吹乾 讓牠們乾爽 再放回媽媽旁邊 繼續吃奶 所以這個階段 是經常要看著牠 看著牠去了小便未 未去小便未去大便 要幫牠吹便 用濕毛巾去擦牠屁屁 讓牠排到便 然後 其實很多事要照顧 要留意溫度 牠是 最像我的 小時候 牠是最遲開眼 一開眼 牠的眼睛只有這麼大顆 所以我就 很有印象 就留下了牠 而且牠很乖 小時候已經很懂得遮掩 很懂得擦鞋 所以就很喜歡牠 妹妹就 因為小時候很看藥多病 要很加培去照顧牠 因為牠有蛤 又打黑刺 然後隻手仔又被哥哥姐姐咬損了 然後又一塊東西 治療了 我想都 斷斷續續四個月才好得回 那個人 自己 給了很多心機 去照顧牠 我覺得 嗯 我應該要繼續留著牠 其他人 都很愛牠們 但就 給一些真的 喜歡貓 懂得照顧貓的朋友 我應該會和他 都說不得 甚至不是 我應該會和他 看到牠們 我應該會把牠們 在牠們 用牠們 來 要 看看 我 在牠們 到牠們 在牠們 牠們 偶尿 在牠們 牠們 在牠們 牠們